首先我要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也感謝各位對環保工作的用心付出 今天現場除了有很多環保工作第一線的同仁 得獎企業也包括科技業 傳統製造產業 零售業 金融業 以及電子商務等不同領域 這顯示出不同的產業 都開始關注節能永續的議題 也設計出很多實際的策略跟方案 我要肯定大家的投入跟努力 透過這些方案不但達到環保的目的 同時也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點範 在企業運作的過程當中 同時能夠重視環保和經濟成長的平衡發展 就能夠和環境共生共榮 給下一代一個更好的台灣 今年12月的公投題目當中 也有攸關永續發展的議題 我們要落實黑河家園 重啟核實就不會是我們的一個政策選項 核實位於危險的地震帶 並且有設計 過時 設備 停產等問題 再加上核廢要難以處理 會為全民帶來安全跟健康上的風險 除此之外 建立永續安全的工艦體系 我們可以有別的選擇 我們正在有計畫 有步驟的發展我們的再生能源 進一步落實能源轉型 我們的再生能源 這幾年來已經有大幅的進展 比如說太陽光電 在裝置容量跟2016年來相比 就已經成長了4.5倍 以現在太陽光電的能量來看 在中午尖峰的時間 就可以發4個GIGAW的電 大概是一個核式機組的3倍 現在很多國際企業都加入RE100 就是承諾未來要使用100%的再生能源 我們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就能夠符合國際標準 讓台灣成為國際綠色供應鏈當中 不可或缺的意願 新建3階也是能源轉型中的重要一環 3階能夠解決南電北宋的問題 以及長期困擾中部 以及南部的空污問題 精靈排放的目的 也需要燃氣來過渡接軌 供電穩定更是讓企業能夠成長 發展的重要前提 所以當我們能夠使用綠電生產製造 符合國際趨勢 也就必須要考量到 如何讓台灣的產品出口的問題 開放美豬 就是向世界展現台灣解決困難的貿易問題的決心 也是要為了拓展台灣的國際經貿的重要護局 政府會為大家的食安健康做把關 我們也必須要適度的開放市場 台灣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寬廣 我相信達到一個永續發展的台灣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我要再次感謝大家對台灣的貢獻 我們一起繼續為台灣來打拚 謝謝大家 謝謝